来自日本高野山真言中无量寺的丰田真章师傅 特别拜访花莲市公所 带来了目击道德善款 以及一指护魔其愿渣 希望能够保佑振兴花莲 也祝福大家都能祥和安乐 无灾无害 日本高野山真言中无量寺住持丰田师傅一行人 在节安庆修院执行长陈毅正陪同下 到访花莲市公所 捐出善款10万元日币 并赠送了一指护魔其愿渣 祝福每位花莲乡亲都可以早日恢复元气 未来平安健康 10年前的311大地震 还有包含上一次的能登半岛的灾害 然后又接收了台湾很多的资源 那这次花莲大地震 他也希望可以能够前来花莲这边 帮这次有听到18位的罹难者 那希望可以做一些祈福 然后也包含对于未来花莲的复兴 能够赶快早日能够复兴亡日的繁荣 所以说未来如果观光复苏之后 能够请逢田大师再邀请我们日本的好朋友们 一起来到花莲观光 那今天也非常谢谢我们陈一正大哥 那特别的也陪着风田大师来到我们公所 那再次感恩大家 除了捐助善款 风田师傅也特别前往太鲁阁国家公园入口处 送金做法追到亡灵 祈愿花莲早日振兴 国民安乐 借旅会欢迎市报道